可见在知道这些的同时 正道人士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为什么阳上会这样呢 那肯定是有不想让我们发现的事情 所以 我们费尽心力才得到 一个保存完整的尸体 然后 大家看见了 已经完全的僵尸化了 我这说 不能够叫做僵尸化 按照我们得来的消息 是阳盛所谓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人类改造计划 说着 长老又为尸体盖上了白布 在这个时候 我想起陈征一记忆中的老村长 当真正的看见阳盛这些手底下的怪物全貌时 我的脑中只有这样一个想法 而我心中同时也深深的震惊 关于阳盛的点点滴滴 我是知道的 难道阳盛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这简直是逆天又逆天的事情 可是 他是不是真的错了呢 我皱起了眉头 如果他成功的话 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陈征一那家伙 会毫不犹豫地跳出来 说绝对是不对的吧 看我 怎么是这样的想法 那究竟不对在什么地方 我发现我有些不明白 我心中虽然想得很纠结 可是表面还是不动声色 而那位在讲解的老者 自然不能知道我心中所想 而是转身对大家说道 这样的计划是不是很诱人 你们看身体 强悍到了什么地步 就算是死亡 伤口还没有停止恢复 大家修道 一心想求得的是正道 道家期待有一天 能够得到形而上的追求 佛家的僧人们 也有期待 有一天功德圆满 能登西方极乐 阳圣这样的计划 从某种方面来说 是不是提供了一条捷径 长老看着大家 大家也沉默着 从某种方面来说 旧事 甚至往大了说 如果这身体的样子好看一些 没有不停地在心脑交错的替代中 那么 这的确是一条捷径 甚至 阳圣继续研究下去 说不定会解决这些 我忽然想起了 我在小镇遇见了阳兽 他的样子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 莫非错的是我们 在这个时候 我的脑中忽然剧烈地嗡咽一声 接着我感受到陈诚意的意志 在强烈地挣扎 我脑中反复回荡的就是一句 道童子 你错了 你错得离谱 我错了 我 我怎么错了 我下意识就给出这样一个反应 却感觉到了陈诚意那强烈的怒火 一时间 这样的争斗 在我的灵魂中 大脑中纠缠不休 我的脸一下子就涨得通红 但是专心听着长老 讲解一切的大家 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 长老的话还在继续 他在说着 这看似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 杨胜 甚至想把这一系列的想法 吐击到全人类 那是真的可行吗 老天爷早就给了我们答案 这句尸体原本的情况 我们雪山一脉通过特殊的手段 得到了一些事实 那就是 这个人的身体和力量 虽然已经比普通人强悍了太多 甚至从某一方面来说 还得到了修者的天资 因为身体强悍 在用一定的办法提升灵魂 按照修者的手段 是可以做的 按照杨胜的说法 就是科学在朝着玄学靠近 玄学也在接纳科学 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 科学揭示的很多东西 其实也是正名玄学 但阳胜的方向错了 法苗主掌的典故不是假的 古人的智慧我们也不能忽略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事实 就是这具身体的主人 在未经改造以前 原本如果无灾难 是可以活到七十岁 但是现在 他就算没遭受任何的意外 也只能四十年的身体寿远 这只是纯粹的 再说身体寿远 大家明白了吗 如此强悍身体的代价 在背后花费的是人的生命力 长老质地有声地说着 没有人会怀疑雪山一脉 德高望重的长老的话 而在这个时候 长老又从长袖中 拿出了一瓶紫色的液体 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在我们眼里 他还想说点什么 证明点什么 但在这时 我的大脑忽然就像痛得要爆炸了一般 我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 一下子翻身倒在地上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老掌门 他一把扶起我 忍不住担心地看着我 掌门 你这是 在这个时候 我不想让所有人察觉到我的意义啊 很想给掌门解释一下我没事 但是在下一瞬间 我就无法感应到了外界 只因为我一直以为的沉承一沉睡的意志 在这个时候忽然剧烈地在反弹 慢慢地在压制我的意志 而他的意志并不能一时之间占到上风 所以 我们两个对外界都不能做到很清楚的感知了 确实在存私的世界里对质了起来 而渐渐地 我也脱离了对这个身体和灵魂的掌控 而我是谁 我是沉承一 我以为我会这样沉睡下去 在无声而黑暗之中 如果不维持坚定着始终的那一丝清明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就像如果你没有了知觉 还会觉得划在你身上的刀子可怕吗 根本也就不痛 那也就不怕 可是 我无法忘记师父的话 他让我不能放弃 他让我把这一切 当作只是攀登一座山峰 所以 在道童子的意志铺天盖地而上的时候 每一次就快将要把我吞噬童话的时候 我始终在黑暗中 不肯放弃我自己那一丝清明 我是沉承一 我是沉承一 这就是我最后的一丝清明 这样的清明让我很痛苦 因为周围都是黑暗而无声的世界将我包裹 因为道童子一直被动地完全压制 我根本感知不到外界的任何情况 对于人来说 最可怕的不是任何的酷刑 而是让你在黑暗的孤独中 一直这样沉默地待下去 所以 保持着这次清明 是我人生的经历中最痛苦的一次经历 也是最痛苦的一次锤炼 我唯一不敢放弃的只是希望 我能感觉到我的一切都在和道童子无声的融合 除却我的意志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 到最后 这就是会被真正压制至消散的东西 而意志这种本质 是无论如何已解释不清的东西 无人能具体地说出它是什么 就像灵魂 有时可以解释为一股能量 一段磁场 但是意志呢 我曾经问过师父 这个关于灵魂核心的问题 师父也是沉思了很久 才回答我 这 也许是一颗心 这也许是一个人的思想 这才是真正无形的东西 而不管是一颗心 还是波动的思想 最大的养分都是希望 我庆幸 我庆幸我不曾放弃 从一开始的无边黑暗 到后来 随着道童子和我的灵魂 我的一切越来越多地融合 他的意志 反而不再也许是 反而不再那么强势 偶尔在他的心情有波动的时候 我也能慢慢地感知一些外界 慢慢恢复一些清明了 至于为什么一向淡然的道童子 会有这样的心情波动 我很难去解释 只是记得师父曾经提起过一个高僧的话 是当作对灵魂的解释 讲给我听的 他说那位高僧曾经说过 其实跳脱出命运之河 摆脱痛苦的轮回 也并非不是普通人不可尝试的事情 只是没有经过千锤百炼的圆满意志 是无法承受一世又一世的记忆的 因为不以超脱的心来看待自己 最终也就会被童话 陷入彻底的错乱 这段话的意思看似朦胧身亡 其实理解起来也不难 天道给人的每一次锤炼 都是仁慈而公平的 也就是人之初 都寄予了一颗不染尘埃的初心 让人重新出发 在锤炼的过程中 如果不彻底 前世的错依旧会错 甚至错得更深 而有些就把杂志锤炼出来了 到某一世 也就是接近大道规则的圆满之心了 也只有这样的心灵 才会去如同天道看世人一般 去看到自己的每一世的记忆 而深藏在命运壁垒之后的每一世意志 才会被接纳 或者说 完全的摒弃错误 回归正确的意志 这个就是得到前最后的一次心情 之后彻底的回归圆满 普通人自然也可以做到这样的尝试 但没有这样的一颗心 如何能够不被每一世的记忆所影响 最后不要说容量抑制 整个人在轮回的回忆中就会彻底的错乱 所以到最后的一道考验 就是把大轮回融合成一个个快速的小轮回 心境若圆满 轮回百事又如何 如果说一定要解释道童子的心情波动 只能说 他的意志 连这一世我的记忆都不能承受 在他压制同化我的意志的过程中 他首先被我的回忆搅得心乱了 我越发地感觉到他的淡然 只是一种伪装 他认知里的大道 应该是淡然而公平无感情地看待事件的一切 他也就努力地去模仿 殊不知 这只是其行没有其心 如何是真的 而越是这样 反而越是软弱 道童子被记忆影响得厉害 而他的偏执 在某一时刻也就凸显得越发厉害 在杨胜的事情上 他心中的疑问 就彻底体现出了这种偏执 对大道的偏执 何尝就不像杨胜对他科学的偏执 我听见了长老的那句话 天道早就给出答案 是阻止这一切的 用寿源做代价 就是天道的警告 就好比没有匹配的心灵 却有了不匹配的力量 最后带给人的只是自我毁灭 这与正道修者的道者和底线都无关 只是正道修者看见了这种危险 而人类曾经无穷尽地陷入内斗 本质不就是这样吗 心灵不圆满 而力量膨胀时 就总要想得到更多 这种自私的贪婪就是原罪 掀起了一场场的战争 换个角度来说 就算阳胜没有后遗症的成功了一切 放在人类身上就一定是好的吗 带给世界的后果是什么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得到了不符合自身的强大力量 都不是好事 是危险 更何况阳胜是做不到没有后遗症的成功呢 而是充满了无穷的后患 这些实验品就是例子 它们变得不像人了 这样活着真的不痛苦吗 我叹息了一声 很难想象一个小孩拿刀的后果 生命是一场漫长的进化 真的怎能拔苗助长 这尽管看来没有什么说服力 实际上真的是可怕的 在对峙的对外界没有感知的时候 我和道童子第一次真正的相遇了 相遇在我们的感知世界 他在我面前站着 就像他记忆中的那般 一身轻袍 表情淡然 紧敏的嘴角 眼神却是带着一些好奇的看着我 陈诚意 从在你身上恢复清明以来 我就一直处在各种疑惑当中 就连认为必然的事情也让我疑惑 就好比你原来应该要消失的意志 为何会如此清明啊 你告诉我 我错了 首先开口的是道童子 他这样对我说着 我无法回答你 但现在 我觉得一切就像师父所说的 错的就是错的 对的就是对的 错的不能把对的掩盖 这才是天道 这也许就是我不会消失的原因 之前在我的意识里 道童子是坚韧的不可战胜的 后来才发现 了解得越深 事实就越发的不是如此 看来人类的恐惧源于未知 这句话真的是道理 你说我错了 是指阳盛的事情吗 错的只是说 阳盛违背了天道 所以天道拿去了 被实验的人的授员 作为警告 我在赞成阳盛的时候 就是在违背天道吗 道童子看着我 是真心询问的样子 不 你错在没有看清楚天道 为什么要给予这样的警告 你一直都错在只看规则的表面 就好像规则告诉你是一 你就急切地去做这个一 你从来不探究一的背后是为什么 就像你以为天道的规则是公平而无情的 却不知道 其实每一个天道规则的背后 是大情大爱 我要感谢你 让我陷入黑暗 才让我更加深刻地思考到 我前世到底失败在哪 所以今生要进行这样的锤炼 唉 说到这儿我不禁叹息了一声 这一刻我是真的有一种明目的感觉 好像一切都已经彻底地展现在眼前 你看清什么 天道为什么是大情大爱 道童子此刻还是不解 看清楚了 我前世经历魏昭雨一劫 未必不是好事 如果不遭遇此劫 我也必入邪道 上人展开梦回大阵 不过是为了让你明误 你走偏了道 但到最后 你也没有看清楚这种危险 至于 天道为什么是大情大爱 你只需要看天道的规则主流的方向是什么 你就理解了 是正 这就是最大的人词 就好比日生日落 轮回不息 这就是对生命的人词 你懂了吗 如果不经历各种纷纷扰扰的世间情 到最后 你如何能看穿这一点 你看到的 只是规则公平和无情罢了 此时我终于是明白了 在感知的世界里 其实没有真正现实世界 风云雷动 但在这个时候 我说出这一段话以后 我们之间 好像起了一阵无声的风 道童子看着我 而我第一次也平静地看着他 终于 道童子在沉默了很久以后 这样对我说了一句 至少 在你我之间 谁都不能说理解了天道 是 那就是只有剩下天道 最后给予我们的答案了 就是你师父所说的 错的 终究不能掩盖对的 是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我就一定是错 看来上一世的教训 对你 对我 都还是不够 对错自有天道判定 而对于你我来说 这样的对峙 其实是难的 为什么 在以前的道童子是没有这么多问题的 或者说在我和他之间 常常问为什么的 是我而不是他 但在如今越来越多的 为什么出现在他的口里 因为 无论你我 谁最终会留存 那都是一个真正战胜自己的过程 圣人意 圣己难 所以 你我的对峙是难的 但也是难得的 想必这一次之后 无论是你还是我 都会把有些事情看得更通透 我们同为一个灵魂的意志 或者本源意志 灵魂若为树 你我是不同的两片叶子 轮回不息 或许就会有更多的叶子 于灵魂之上 但如今 我却发现 好一个大道皈依 大道皈依啊 原来跳脱其外 真的就是要过大道皈依这一关 道童子忽然笑了 对我说道 第一次 轮回之事可以让我笑一声了 很好 是的 一切很好 我或许还要归于黑暗 但杨胜的事 我不得不告诉你 你错了 心存疑惑即是错 我们在没有得到最终的选择之前 你不要把我们共同的路走偏 我自然知道 但我这样做 也只是因为我应承你的事 他只是不仁 有为道义和底线 但杨胜本身的对错 也看天道最终给出答案吧 道童子在这一点上似乎有些执迷 可能在他看来 能前进一大步的事情 为何叫错啊 但在敌对杨胜的事情上 我们终究还是达成了一致 道童子原本就饥饿如仇 他本身也是不能容忍杨胜在本质之上偏激的行为 感知的空间慢慢的破碎 陈诚一的意志再次的沉默下来 毕竟他是否还保持着一丝亲密 但在实际的情况下 他的意志还是弱势的 在此刻并不能主导这具身体和灵魂 掌门 掌门 老掌门再次呼唤我 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一清醒就知道 我和陈诚一的对话看似很久 其实也就是瞬间的事情 看着周围人的目光 我心底也有些头疼的叹息了一声 毕竟身为掌门 如果不给好解释 这局面无非是糟糕的 毕竟大战在前 又以雪山一脉为首 我又是掌门 还有非常担心我的那些故人 于是我淡淡的说道 来之前修炼秘书 侥幸成功 确实做好精神甚多 远背下强人 刚才终究是承受不住了 大家见谅 大战当前 成衣不敢懈怠 说完这话 我抱拳对大家欠然的一笑 然后重新的坐下 大部分人的目光都变得使然了 只有那些关心我的人还透着不安 但是也有两个人带着疑惑 一个是如雪 看我的目光 好像是大有深意 而另外一个 是成新格 他的疑惑的点 在于他所说的话 成衣这家伙什么时候 那么有大人物的气度和风范了 难道这些日子练这个去了吗 但成新格到底是没有再追寻下去 但是如雪的目光却始终不对 这些就是很私密的感觉 除了当事人 也没有人会在意这样 老掌门在我身边不停的嘘寒问暖 大意是我是否支撑得住 我点头表示没有问题 这一场小小的差距 也就算是暂落为目了 那位讲解的长老见到没事 就清和了一声 让大家把注意力继续集中在他的身上 这个时候 他已经拿着这一瓶紫色的液体 走回到会议桌上 看着这瓶紫色的液体 充满了感慨的说道 为了这个东西 牺牲了我雪山一脉最大的一条暗线 才换来了它 等等 清长老 在这个时候 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失人间烟火的老者 站了起来 你说雪山一脉的暗线是什么意思 这可让我们有些不安 我对这个老者模糊的有些印象 当初陈诚一擂台站 看见十大势力 这个老者就是其中一个正道势力的绝对高层 其实在座的这些高层中 有好几个都属于十大势力的正道势力 另外的 还有一些中小势力和一些隐士的门派 不管如何 清长老讲的话是有一些敏感了 这暗线 说明白一点 就是埋伏在别的势力里的探子 这如何让人安心呢 清长老仿佛料到 早就会有这种反应一般 只是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大家别误会 雪山一脉从来不对任何的修者势力 安插暗线 就连邪道的势力也不会 但有一个神秘的组织 雪山一脉 即把大意肩负在肩上 就绝对不能坐视不理 不知长老所说的是 请长老明示 清长老的这番话 无疑像是在水中 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炸得在场的所有势力高层 都忍不住纷纷开口询问 再也不能做淡定的样子 毕竟让之前独立于史的雪山一脉 都那么在意 并且不惜埋下暗线的组织 不得不让人重视 此时清长老质地有声地说道 这个如今正邪的对峙 已经敷开 也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就如我雪山一脉 虽然表面上独立于史 却是一心要守护天下正道的 而邪道那方面 活跃在明面上的是那些势力 在背后也有一个类似于我雪山一脉 存在的势力 只不过它的存在比较特殊 是以世俗公司为表面存在的 咱们就叫A公司吧 这些年其实一直都是有对质 A公司也很低调 在背后真正支持阳盛的 并把这些势力整合在阳盛手下的 就是A公司 这个消息 无疑让所有的势力高层都沉默了 开始思考这个A公司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在这个时候 一直都不怎么说话的吴立宇 也说话了 这个应该是真的 之前 我老吴以外 势力也勉强可以积身为十大势力 只不过 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落到了今天的这一步 当时 我们的势力是属于邪道势力的 当初 也是我们的势力 亲自接走了阳盛 一开始 在江湖中 所有人都以为 阳盛是我们势力的人 其实不然 事实上 在背后是有一段秘心的 当日我们接走阳盛 是在之前 接待了一个顶级邪道势力的 大佬 他吩咐我们做这件事情的 吴立宇一开口 显然更加证实了这个消息 也解开了当年民暗的一角 毕竟这些事情 连萧称前也不曾知道 而吴立宇继续感慨的说道 来让我把阳盛接回来 说是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 不仅有机会 还要让他暂时待在我们所在的势力 表面上是我们的人 并且要配合阳盛的各种行动 那个时候 在黑夜苗寨 争想到的东西 其实也是提供给阳盛的 而驱使我们的动力 是阳盛所了 有办法通过这些事情 让我们所有人都去昆仑 啊 这下子几乎是所有人都感慨出声了 结果大家是众所周知的 那就是吴立宇最后和我师父一起去寻找昆仑了 而不是和阳盛 这背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呢 阳盛不是在做什么人类改造吗 怎么又扯上昆仑了 此时清长老的样子变得分外的严肃 这就是我要说的全计划 阳盛的计划最终是疯狂的 他要动开昆仑 语化成仙 立地成佛 这些都是修者的终极追求 而如今不管行到哪一步的修者 就算高度到珍妮解 老掌门 这个高度的修者 也不敢说自己就真的有把握做到这里追求 哪怕是一丝把握 他也不敢保证 天道无常 到底是要做到怎么样的地步 没人清楚 不清楚 所以也就没有把握 但一个不是修者的人 一个曾经只是学者的人 哪怕他是天才又如何 他竟然说要动开昆仑 要知道 对于德道国以后 所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概念 没有人清楚 就像死去的人 灵魂去的究竟是什么地方 也没有人清楚 毕竟去的人 没再回来过 不能亲口证明什么 就算有 极偶然的现象 就比如说 还记得轮回的模糊经历 或者说 上界的人 偶尔下凡 也没有给过 现在存在的人 一个具体的概念 所以啊 昆仑 这种古老传说中 一直就有的神秘存在 对于修者来说 无疑 就是真正的先进 清长老的话 怎么不让人震惊 甚至在震惊之余 还有一些疯狂 我看见几个 原本就有些对自己立场 不是很坚定的势力高层 甚至有些动摇 可能在怀疑自己的选择 是否错了 如果阳胜 真的能够办到 那简直就是一步登天的事情 修者也许对别的事情欲望 已经很浅 但是对于修行的事情 最终能得腾正果的事情 又有几个能够有那个心境 真正的看清 只是当成追求 不做执念 所以我只是冷冷的看着 不动声色 这种事情是可以理解的 无关正邪 大道也是我的追求 但是我求的 却不是什么仙境之类的地方 一心求道和一心成仙 本质是不同的 上人说过 后者容易走偏 而道心坚定是修道的基础 我自问道心还算坚定 为什么陈诚一 就要说我错了 上人和老掌门 又说我没有根基呢 我的心思又有了一些恍惚 关于自己这些问题 是怎么也想不清楚的 但看清长老的脸上 也浮现出一丝冷静 他停下了发言 目光有些冰冷的落在那几位动摇的势力高层身上 问道 在场的诸位 是不是觉得有些心动 应该支持阳盛的呢 找不出什么理由不支持阳盛啊 大多数势力高层好像对某些事情看得很明白 只是摇头 只有刚才那几个动摇的势力高层 脸色变了变 索性站了起来 对着清长老 我还有老掌门 分别作一 很坦白的承认 自己心境动摇 毕竟是听闻昆仑 老掌门和我 都是不知可否的样子 我不知道老掌门怎么想的 但我心中的想法就和刚才一样 一步登天 几个能够保持心境稳定啊 但我也很惊奇 为什么另外一些势力的高层却是完全的不为所动呢 这次开口的是老掌门 清长老 你也不必太过激动 毕竟昆仑在眼前 任谁心中都会泛起涟漪 邪道之所以疯狂 也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我只是很欣慰 在座的各位 还是明白的人多 明白大道之徒没有洁净 唯有清心苦修其身 其心 才能根基稳定 步步向前 而一步登天之时 若然不是身具大福源 大智慧 一朝得物 又怎么可能 这背后 必定就是极大的代价 刚才之时 想必几位也是一时糊涂 能够很快平静内心 认识到自己糊涂 也能在道心上更进一步 坐下 坐下吧 老掌文 这几句话可比起青长老 说得清楚 然后他示意青长老继续说下去 青长老点了点头 然后看着大家 拿着手中那瓶紫色的液体 说道 之前那几位心境动摇的长老 一定是认为 扬胜所为 看似疯狂 却是有其道理 也怪我没有一次把话说得很明白 但接下来 要做 要说的事情 恐怕 就不会让你们这么想了 这瓶液体我刚才就说过 是我们牺牲了最大的一条暗线 才弄到的东西 确切地说 这就是扬胜最大的成果 是从A公司扬胜的实验室里偷出来的 当然 这只是普通品 而且是最初的样品 具体是怎么样的 我先不说 大家先看看他的效果 再给予评论吧 青长老神色严肃 说话的时候 已经有了两名雪山一脉的弟子 抬上了一只笼子 这笼子里装着一只草原狼 青长老轻轻叹息了一声 走到了观着草原狼的笼子里 其实在我看来 完全不必那么夸张 用那么粗的笼子去观着一只草原狼 我觉得这种粗度的栅栏 观着一只大象都够了 当然了 如果大象够小的话 你本也在草原上自由自在 我等于无心剥夺你的生命 其实 如果不是为了必要的生存 谁也没有权利 胡乱伤害任何一条生命 那今天这个情况属于无奈 算我青长老 亦主动去背负一段阴 他日之日 必定为你做足法事 发大愿许念立于你身 愿你轮回得好 书画间 青长老叹息了一声 将手中的紫色液体 交给了一个雪山一脉的弟子 那弟子接过紫色液体 将它滴落了少许 搅拌在碎肉之中 然后 扔在了草原狼的笼子里 那条草原狼 兴许是饿了 猛的从笼子的一脚 就蹿了过来 开始吞噬那些碎肉 青长老的眼中 出现了一丝不忍 退到了一边 他这一切 没人认为是做作 倒算是一个坦荡的道家人 还怀有佛家的慈悲 深深地尊重因果 整个会场 非常的安静 所有人都盯着龙子 那只草原狼 从他的毛色来看 那应该是一只老狼了 也只有这样的老狼才会落单 在他吃完那些碎肉以后 带着一些满足感的懒洋洋的趴着 食物不易得 像活动这种岁数的老狼深知这一点 不管是不是深陷灵雨 食物总是能带来满足感的 他就这样懒洋洋的趴着 丝毫不在意此刻 众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 但是这种饱腹带来的满足感 还不到五分钟 这头狼就猛地站了起来 然后 变得非常的狂躁 牵势狂吠了几声 接着开始发疯一般的攻击着 关注他的铁龙 这一番变化 让众人都屏住了呼吸 但老狼的攻击注定也是没有效果 毕竟这个铁龙是如此的牢固 这样疯狂的攻击大概三分钟以后 老狼忽然不动了 众人都看见他身上的皮肤开始暴力 皮肤之下的肉已经非常快的速度 开始腐烂并有血肉掉下来 如此残酷血腥的一幕 让少许人低呼一声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在老狼的身上 那些爆裂的伤口处也有新的血肉 在不停地生长 可能在这种变化下 老狼也十分的痛苦 开始在笼子中不停地翻滚 嚎叫 而青长老有些不忍心地转头 低叹 毕竟他可能是心里也有负担 老狼有此遭遇 青长老始终觉得自己是阴 他的心境估计也到了某种境界 并不会认为这是一只狼 而不是一只人就完全地没有负担 老狼还在继续思考着 在他身上几乎没有完整的地方 都纷纷爆裂开了伤口 然后这些伤口又不断地生长 慢慢地 在有些地方 特别是四肢的地方 那里的伤口已经停止了溃来 开始渐渐地变强 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干湿的黑色肌肉 虽然看起来不怎么粗大 甚至比之前的肌肉还要薄一些 但纠结着样子非常有力量 这是诗话了吗 我觉得喉咙发干 就跟之前一样 尽管我不是贪图洁净的人 但不得不承认 杨胜就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老狼还在继续地变化 大概二十分钟以后 整只狼的四肢 几乎都已经彻底地僵尸化 还有身上的少部分地方 也是如此 而且 由于我所不知道的原因 就像他们说的 旺盛的新陈代谢 老狼的牙齿和爪子也开始快速生长 一直到我都想象不到的极限 才停了下来 在这个时候 老狼仿佛恢复了一半 不再挣扎了 再一次猛地站了起来 尽管他的身上还是有那样的伤口 有一些皮肉在溃来 与此同时 又有新的皮肉在生成 但是 他好像已经没有疼痛的感觉 而且这些腐烂生长的速度 也变得开始非常缓慢 可看起来还是触目惊心的 这一次 好像重新站起的老狼 也意识到了自己得到了莫名的力量 又开始疯狂地攻击着那个牢固的铁笼 甚至还是疯狂地撕咬那些粗大的铁栏杆 而整个会场都开始回荡着那惊人的摩擦声 还有撞击的声音 让人身上情不自禁的就写了鸡皮疙瘩 因为那个感觉太像是一个巨人 在撞击着什么一般 原本粗壮的铁笼 在这只老狼的攻击下 竟然渐渐地变形 这也太惊人了 因为动物的力量比 远远比人的 这只狼得到的力量 也就分外突出 只不过啊 青长老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情况下 开始慢慢地诉说 他接过了一个雪山弟子 递过来的沙漏 摆在了桌子上 然后他叹息了一声 大家看着吧 世间最无情的东西 便是时间 因为它可以掩埋几乎是一切的事物 曾经的风光无限 曾经的海深山盟 留下的唯有坚韧的耀眼的精神 不能被磨灭 但又有几个人 能历经劫难 留下这么一段精神呢 在这个世界 有一样计时的东西 叫做手表 而在这个之外 我只知道沙漏 我认为看着它 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只因为它一点一点地流逝 感觉就像是看着自己的生命在流逝 沙漏静静地 而老狼的动静却非常的大 这样一静一动 却让人能够遇见即将到来的残酷 果然 沙漏静止时流逝了三分之一 伴随了最后一声 老狼撞击铁龙 咚的声音 然后 一切会计划 一切会越安静 我的目光落在老狼身上 他还诡异地站着 那眼中代表着生命之火的眼神 却是陡然暗淡了下来 接着 他的身体就这样站立了两三秒 然后轰然倒下再无一点升级 都看见了吧 这头草原狼虽然是一头老狼 但如果不经历这一切 他的生命至少还能维持到一到两年 但刚才只是一点点紫色的液体 就让他的生命缩短到了不到一个小时 但是 也如大家所见 他得到了力量 如果他再年轻一些 得到的力量会更多 青长老开始给大家解释着这一切 在一片静默当中 那具身上的伤口同样 还在缓慢生长着肉眼的狼狮 旁边是已经扭曲了的笼子 那笼子扭曲的程度让人毫不怀疑 再给这条老狼一点时间 他就能彻底地破坏这个笼子 这就是这个紫色液体的作用 但是 这只是普通品 最初的样品 按照杨胜的说法 他还极其地不完整 这不完美是在比例上 杨胜 是深知他与兽元之间的关系的 这低代的样品对寿元的剥夺大了一些 留给试验品的时间少了一些 而且因为人的不同 发挥的效率也不同了一点 但这其中具体的比例 恐怕只有杨胜才真正的清楚 而他 还在不断地研究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 在这初代的样品之前 杨胜还进行过很多次试验 那些试验 死亡了起码四千以上的平民 因为失败 他们大多变成了僵尸 一注射这种液体 就会丧失神志 存活的时间是十天到半个月不等 清张老这个时候 收起了美丽炫目 却是恶魔一般毒辣的紫色液体 翻开了他手中的那本小册子 这个数据 让在场的各大势力高层 脸色沉郁了下来 毕竟是正道之人 力道之初 谁都以对生命的尊重为基础 作为正道的人物 哪个又是没有底线的人呢 这样的数据的确惊心 一个事业四千以上的平民 如果是这样 那阳圣到底要做什么 难道是培养一批短命的怪物吗 其中一个势力的高层提出了疑问 是 这个势力的高层提的问题很尖锐 阳圣的计划一部分就是人类改造计划 那把人都变成了短命鬼 然后力大无穷 这种心理失衡下的后果 光是想象都可怕 原本在人有力量以后 就很难料到 人心会做出怎么样的改变 更何况变成了这副模样以后 而且还短命 到时候 阳圣还能控制住局面吗 难道他最终的目的是想要一个疯狂的世界 诸位 稍安勿躁 关于这瓶业体的事情 我还没有说完 刚才这位提的问题 也是我要说的关键 我会向大家一一做说明的 说完这句话以后 青长老继续翻动着手中的小册子说道 我之前说过 这只是普通品 初代的产品 效果自然不是这么好 后来阳圣在继续研究之下 又有了更好的一代产品 这些产品 对受缘的剥夺 会比较轻 从情报得到的大概数据 应该是本身受缘的一半 但增加的能力 也相对小了一些 之所以说是能力 是因为被液体改造的这批人 除了力大无穷 痛绝 基本消失一大半 而且 伤口愈合 会相当的快 说话间 青长老走到了那具老狼的尸体面前 他示意一个雪山弟子 打开了那只扭曲的笼子 然后翻动了一下老狼的尸体 指着上面已经黑化的肌肉说道 这个 大家看见了 这就是阳圣口中的最强肌肉 也是力量的源泉 为什么 是最强肌肉 是因为这些肌肉 已经能够承受强烈的新尘代谢 强烈的新尘代谢 自然会带来强大的力量